好,這邊帶來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做手臂的 這邊的IK要關掉 這個IK關掉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Curicator C視窗先關掉 這邊先開SHOW ALL 顯示全部 然後 這個控制器呢 這個控制器其實現在因為我用不到 但是我需要關掉它嗎? 其實好像也不用關 但是IK看不到是個問題 所以IK是在Untouchable圖層 這邊 請注意看,這個叫Untouchable 碰不到的意思 然後Reference要關掉 因為Reference會讓你選不到它 選不到 所以Reference要關掉 好,這邊你可以看得到IK了 那IKBlendValue呢 現在是設1 所以呢,它還是可以用IK的 因為它是這個方塊會帶動它 我們先選方塊試試看 它可以動 所以你可以先Unto回去 Unto回去以後呢 現在再選到IK 把IKBlendValue呢,設到0 射到0以後呢 我們這邊再去選這個方塊控制器 它就沒有作用了 黃度回去 所以現在呢,第一件事情 先把這兩個IK關掉 關掉 OK,所以這邊就兩個都關掉了 關掉以後呢 它的Untouchable呢 一樣設有成Reference 然後關掉 就不要看到IK 好 那不要看到IK以後呢 IK也不能用了 故意把它關掉的 因為走路動畫不太適合用它 所以IKBlend要記得要設0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做角色動畫 就是怎麼樣IK跟FK切換 就是要用IKBlendValue 再來呢,是從側邊來看 這個現在是第1格 我們現在呢,開始把腳的控制器做移動 改它的Translate Z跟Heel Rotate Translate Z是讓它的腳跨出去 讓它的腳跨出去 然後Heel Rotate X呢 是讓它的腳跟著地之後 腳尖能夠抬起來 好,所以這邊現在呢 先轉個視角 剛剛這個是空白鍵切換視角 空白鍵按著不放 再加滑鼠左鍵按著不放 切到Right View 如果你不想要寄快速鍵 就是從這邊Autograph 可以切到Side View 也是一樣的意思 OK 那我現在呢,要先選 控制器裡面的 右腳的控制器吧 對,右腳的控制器 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5.511 這個其實基本上不用造Key啦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沒有安全感 你也是可以這樣造Key的 那我現在呢 要先去選它的腳的控制器 它的腳的控制器應該是在 我看這邊是 這個東西實在太多了 空白鍵按一下過來 我這邊呢 這個是右腳的控制器 除了右腳控制器 還有一個是Global Control 也要往前移 那我們剛剛看到它這邊 Translate Z 好像是5.51左右 好像是這個數值 然後再來是它的Heel Rotate X 這邊好像是15左右的數值 所以這邊應該是-15 再來這邊 5.51-15 5.51-15 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那個骨盆的高低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調整 Global Control 這個有往前移 這個我剛剛已經往前移了 OK Bow Rotate 然後再來這邊呢是後腳 後腳你要把它這個Bow Rotate 這根關節叫Bow Bow Joint 所以你這邊呢是設定它是30左右 Bow Joint 30左右 OK 我在Global Control 基本上應該是要放下來才對 看一下這邊 我都沒有寫 所以這樣子好了 我就用這個 應該差不多是像這樣才對 它應該是在中間的一個位置 中間的位置 但是應該要放低一點 放低一點 你不太可能會是這麼 這麼硬 其實這麼硬也是可以 這麼硬也是可以 稍微好了 稍微放下來一點好了 不要太多 這樣子 OK 好 這是應該是第一格的動作 第一格 OK 那這邊呢要看你的角色 是不是現在是在Town這個地方 要注意一下 好 現在呢 大概就先調到這裡好了 調到這裡以後 看一下5點36分 應該 再做一件事情好了 我們先設定呢 觀察的範圍是1到30格 然後動畫的總長是1到120格 那這個動畫的播放速度是每秒30格 這個先設定完 然後按儲存 儲存之前還有一個地方要設 設它的Tangent 這是動畫的曲線 大概有分幾種 這個以後我們再仔細談 你就先設Plato就好 那這個是Weight Tangent 是說在調動畫的曲線的時候 然後它必須要有 可以拉長拉短的 貝茲曲線的把手 所以必須要設有Weight Tangent OK 好 就先做這兩個 兩個做完我們就先讓大家這個 開工喔 這邊呢我們現在先 打開 動畫設定 是在這裡喔 Animation Preferences 動畫設定 好 這邊呢現在是每秒30格 播放的速度呢 30格 的一倍喔 接著呢是到設定這個地方 動畫這個地方 看一下這邊是什麼 In Tangent 怎麼現在又也可以叫做Auto Spin 先設Plato好了 Plato 然後這邊是Weight Tangent 呃 再來是動畫的 我看一下動畫的長段 動畫的長段應該是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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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來改去就是會搞不太清楚 其實這邊也可以改啦 但是我看一下 講義 可以 這個是 Timeslider 喔 時間 的滑棒 是在這邊 這邊改120 所以你可以看到觀察範圍是1到30 動畫總長是1到120 應該沒有了 就先儲存 然後這邊呢 記得你的Carraculate Set 設到Tongue 然後再設一個這個關鍵影格 快速鍵是S 但是我們這邊也可以到Key這個地方 用Set Key 設一個關鍵影格 先暫時先簡單的設一個關鍵影格 怕它跑掉 然後呢 這邊先做一個increment and Save 存檔 好 畫面還給你